當然 我說過 最該改變的人就是我 說自己要改變 去年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慘敗 總統蔡英文調整步伐再出發 首要任務 立抗寒流拼連任 如果是一個暫時的現象 我覺得就是 一陣風就過去了 去年形容寒流上一陣風 有民進黨第一軍師的邱宜仁 就是他 讓總統蔡英文變得不同 不僅重掌政策兵服 黃金陣容也曝光 由民進黨智庫執行長邱宜仁 領軍 其下包括擅長政策溝通的 總統府副秘書長施克和 副發言人丁允公 以及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黃志達 定期參與會議的官員幕僚 組成食人小組 盤點政策利多 勾勒出小英連任的政治藍圖 共同目標順利助攻小英總統 還有他 有政府會做事 行政院長蘇貞昌組成會做事連線 更懂得省錢 不僅將過去執政的三年政績 一一呈現 要讓政府做的事民眾有感 台股破萬點 已經持續超過五百天 五月的全民大減稅 月薪三萬以下 甚至不用繳稅 繳出漂亮成績單 行政院長蘇貞昌從第一線 邱宜仁幕後操盤 定期在民進黨智庫開會 領軍政策團隊 讓綠雲順利從九合一的敗選之中 由黑轉紅 至今民調持續領先對手 韓國瑜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感覺 整個選戰是有節奏性的 邱宜仁秘書長是身心百戰的製作性 如果他擔任文宣的舵手 一定是如虎添翼 作戰策略縱效連黨內都有感 選戰紀錄倒數階段 小英總統最強智囊團 全力助攻 逼迫寒流 要拼總統延制 國會過半 三立學位方伯鋒 月光台北報導